接下来这位89岁的王阿姨 真的很令人鼻酸 每星期二到星期五 她都会推着小摊车 四处在高雄市区的办公大楼 卖大饼和古早味的饼干 89岁本来是该享清福的年纪 不过她说因为两个儿子都失业了 为了生活 她只能推着摊车卖大饼 靠着每天五六百元的收入 养家户口 顶着寒冬王阿姨不停推着车叫慢 瘦弱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原来她已经是89岁的高龄 该是享清福的年纪 如今却得撑起一家生机 儿子没有工作住 那个二女去端午街 就前一天走掉了 小女儿以前走掉了 没办法 大女婿也走掉了 那小儿子没有工作住 小媳妇一个人养她 我还能让她养五吗 那我就自己养自己了 就是靠大家给我的力量 让我慢慢活着 说来令人心酸 王阿姨说 她两个六十多岁的儿子都失业了 一家人就靠她 每星期二到星期五 推着这个小摊子 市处到市区的各办公大楼 叫卖大饼跟古早味饼干 还好有不少上班族都会来捧场 我就看老婆婆年纪已经这么大了 然后卖东西还蛮辛苦的 最重要的是她的大饼也蛮好吃的 所以当作是帮老婆婆 维护她的家计啊 然后我们也可以请同事吃 当下午茶 看年纪这么大都辛苦 我想说帮忙一下 推着车叫卖大饼 每天赚五六百元 虽然收入不多 但对王阿姨来说 能把大饼都卖光光就很满足了 因为一家人就靠她卖饼养家糊口 港东新闻红富人林玉信采访报导